警方在柴灣破獲製毒工場,檢獲價值超過3300萬元的毒品 警方昨天凌晨在柴灣一個工廈單位,檢獲大約17公斤 價值超過3300萬的懷疑可卡因,一派現金和製毒工具 相信牽涉一個以外國人為首的跨國販毒集團 警方拘捕三個外籍男人,年齡介乎25至45歲 相信是集團骨幹成員,分別來自以色列、加拿大和英國 拘捕期間,一個男人和警員糾纏,四個警員受輕傷 警方說涉案單位租了半年,相信集團運作了幾個月 估計毒品主要供應本地市場,但未知是否已經